韩德让功绩如此 他享受的这个待遇 这个荣誉啊 在辽朝不仅空前绝后 在中国历朝历代 作为大臣 很少有能享受这么高荣誉的 咱先说生前 生前 奸南北院书密使 大丞相 集所有权力于一身 这还不算 生前被次性耶律 跟皇族一个像 所以 史书里边不称他韩德让 史书记载里称他 耶律龙云 你乍一看以为是其他人了 韩德让后来 被太后次性耶律 次名龙云 史书里称的耶律龙云 这个意义重大 你仔细去看 萧太后一共撒儿子 分别叫耶律龙旭 耶律龙庆 耶律龙玉 韩德让让他改名 耶律龙云 他跟皇上犯一个字 他跟皇上 他们哥们犯一个字啊 你哪个大臣 能享受这待遇 如果说 这件事还不足以 把这个事挑明 那么太后后面做的 就更加明确了 叫蜀籍横杖 什么叫横杖 辽朝皇室 辽朝皇家 叫大横杖 宗室 皇家称大横杖 最后太后下命令 你叫耶律龙云 然后耶律龙云 你们家属于皇族的一支 直接就把他们家族 并到皇族里 他算皇族 一个汉人家族 直接被算到 契丹皇族里了 你这事空前绝后 那么一开始我说 他们家虽然是汉人 后来契丹化了 所以他的服装 投行什么 应该都跟契丹人一样 原因就在这 后来人家算契丹皇族了 那势力还了得 当然也干了一些坏事 史书记载 后来这寒家子弟 在北京一带欺难把女门赶管 你啥 他家皇族 而且先封楚王 后封晋王 不仅封了王了 而且明确 他在朝中的地位 在所有亲王之上 皇上的兄弟才封亲王 他在朝中地位 明确规定在亲王之上 跟皇上翻一个字 还属于皇族 然后还给他规定 他地位比其他皇上的兄弟 还要高 那不是高一点半点 有的也实际在 辽圣宗要求他这俩弟弟 至少隔一天 去给耶律龙韵 就是韩德让请一回安 皇上俩亲弟弟 必须定期去给韩德让请安 而且到韩德让住宅 离着两里地之外 就得下马下轿 不行 以示尊重 离着两里地之外 就不能再骑马 做任何交通工具了 必须靠不行 这皇上给定的规矩 然后皇上以身作则 他来见韩德让的时候 当然不是两里地 离着韩家大门五十步开外 皇上就瞎马瞎叫了 步行进入韩府 这是什么地位 这哪像对兄弟 这像对干爹 是吧 当然有这个传说 我们一会再讲 四箭沃鲁朵 这更了不得 沃鲁朵 辽朝一共有十三个沃鲁朵 其他那十二个 要么是皇帝的 要么是太后的 只有皇帝 还有一些特殊的执政 临朝执政过的太后 才有资格见沃鲁朵 我不详细说了 这是辽朝一个很有名的制度 叫沃鲁朵制 咱们简单的说 就是私人领地 私属领地 只有皇帝和临朝听政的太后 才有资格见沃鲁朵 但韩德让 有沃鲁朵 这啥地位呀 享受皇帝待遇 用了金钱话说 享受皇帝待遇 虽然没当过皇帝 在辽朝他享受皇帝待遇 才有沃鲁朵 入朝不爱 乘车入朝 这生前这尊荣 想到极致 皇上说岁数大了 进宫来的时候 坐车进来 别的大臣 你都到宫门 下车下马 得走进去 还能让车直接开进去 而且 进朝见皇帝 不用下跪 生前就赐给他陪葬帝 在皇家祖陵 给他画块地 告死后安当这 皇上待遇 都属于皇族嘛 死后四号文中 文字本这相当了不得 这我以前说过 可以说生前生后 都得到了极高的荣誉和待遇 没法再高了 都已经享受皇帝待遇了 是不是 没法再高了 这级别待遇 升到极致 所以说在中国历史上 当大臣的 几乎没有他这么高待遇 人无完人呐 韩德浪生前死后 这么荣耀 但人生最大的缺憾 没儿子 没接班人 这沃鲁朵传给谁 没接班人 最后皇家指定 魏王贴补子 贴补的儿子耶鲁 做过继给韩德浪 做韩德浪的儿子 说这是一个什么关系 耶鲁啊 就是今天美国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大雪 这个耶鲁 是辽圣宗 也有荣运的亲侄 你从这儿看 这不还是享受皇家待遇吗 他没儿子 过几一个吧 别从你老韩家过几 因为啥 那不是皇族 你这一针是皇族 得从皇族里过几 皇上挑了个侄子 过去给 野鲁龙韵 做他干儿子 给他顶门地户 继承这个沃鲁朵 这种待遇 在中国历史上 是找不到第二个的 第二个的 第二个